1999年,香港电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周星驰还凭借一部《喜剧之王》拿下了当年的票房冠军 但谁能想到,这部电影却成为周星驰和恩师万子良交恶的导火索 喜剧之王后,两人再无合作,大众都知道周星驰是被李修贤给捧红的 一部霹雳先锋成为周星驰成功的桥门砖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如果没有万子良,是不可能有之后的周星驰 因为当年周星驰是被万子良发掘的 提起万子良的名字,想必大多数8090后小伙伴的脑海中 一定会浮现一个穿着西装叼着雪茄,身后一堆小弟簇拥的江湖大哥 万子良天生就长一副大哥的模样,但他的人生可没有大哥辉煌 之所以能进入演艺圈,就是因为家庭条件实在是太差 那个年代当演员拍戏的,大多数出身都不太好 而万子良就比较幸运,凭借着自己的长相进入了演艺圈 出道当年就拍摄了名剧《咱少爷的剑》 他出色的表现被少爷夫一眼相中 于是向万子良抛去了橄榄枝 从这之后万子良的片约不断 尤其是在他曾演了电视剧《流氓大亨》之后 万子良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部剧播出后,直接拿下了当年的首饰冠军 至于万子良当年有多火,我方张图大家自信感觉一下 但凡民众知道万子良的行程,那势必会围堵得水泄不通 而当时的周星驰,虽然已经从训练班毕业 同期的主持人都已经成为业内的佼佼者 但他还是一个跑龙套的 就在周星驰已经起了推出娱乐圈的心思时 他和万子良一同出演了电视剧《生命之旅》 万子良当然是以大男主的角色进组 而周星驰依旧是个跑龙套的 但好歹也是个有戏份的配角 在剧中,周星驰中归中矩 拍摄完成后 作为男主的万子良突然拍了拍周星驰的肩膀表示 哎哟,不错哦,小伙子,还有天赋嘛 就是万子良的一句话点亮了周星驰暗无天日的星图 从这之后,万子良只要有剧本有角色 就会拉着周星驰一起 虽然依旧是大哥身边的配角小弟 但现在的周星驰已经比之前要强得多 紧接着,万子良就把周星驰介绍给了李修贤 当时的万子良如日中天 他又不轻易推荐人 所以当他把周星驰立件给李修贤时 李修贤看在万子良的面子上 当天就签下了周星驰 紧接着,那部霹雳先锋横空出世 这部电影上作为演员的周星驰 第一次拿下了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项 在颁奖典礼上,周星驰在感谢李修贤时 还非常激动地感谢了万子良 而观众席上的万子良则一脸一目笑 一副果然是我看中的人的模样 之后万子良和甜妞结婚 周星驰还是唯一的伴郎 那个时期的周星驰和万子良 是外界公认的好兄弟 感情好得不得了 周星驰被李修贤牵下之后 前前后后拍摄了多部电影 慢慢的,周星驰再也不是一个上儿频道的主持人 而是人们眼中熟悉的星仔 至于周星驰和李修贤之间发生了什么 又是怎么从李修贤那里辗转到向华强 我们再事不谈 但是加入永胜电影公司后 周星驰彻底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从独盛到整股专家 再到陶学威龙 但凡永胜出品 周星驰主演的电影 军事获得了超高的票房 慢慢的,周星驰又从星仔编成了星爷 离开永胜之后自己开电影公司 并且自导自演出品电影 周星驰的视野是如之中天 可曾经提携他的大哥万子良就不尽人意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 万子良出现在大荧幕上的时间是越来越少 感情上不顺利和甜妞离婚 事业上也迎来了打击 那些年当主角 万子良也挣了不少钱 但是他却鬼迷心窍 非要学别人搞投资 最后经伤失败 赔的是血本无归 再加上当年香港电影业 更新换代的时间越来越快 万子良的人气早就不如之前 所以他也只能在影视剧中 饰演一些小角色 此时的周星驰已经开始筹拍喜剧之王 为了感谢万子良曾经的提携 周星驰特意在喜剧之王中 为万子良设计了一个捞屎人的角色 就是吴梦达饰演的那个警察卧底 但后来角色人选被换成了吴梦达 而万子良和周星驰从此再无往来 至于换角色的原因 最近一直流传着一个版本 是周星驰临时更换了拍摄时间 但是手下办事不力 忘记通知万子良 导致万子良在原拍摄地点等了一早上 毕竟万子良曾经是风光过的 虽然现在早已不如往日 但周星驰依旧是他的小弟 觉得自己的小弟在他落魄时 惊耍起了大牌 万子良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这不是在打他的脸吗 最后越想越气的万子良 一怒之下就辞眼了 其实想想也是 万子良当年算是周星驰的伯乐 如果没有万子良 哪有之后的李修贤 更别提他从星宰到星爷的转变了 这样想想确实是周星驰办事不利 谣言也因此传了几十年 直到吴梦达前两年的采访 才无意吐露了两人交恶的真相 吴梦达称 当年自己并不是老使人的第一人选 远定的万子良在拍摄时 一直找不到感觉 周星驰又是出了名的苛刻 在他面前 电影效果是高于一切的 万子良一直演的不对味 达不到他的要求 即便对象是自己曾经的大哥 也好不手软 这样的周星驰让万子良无法适应 一度霸演 严重影响了电影的正常拍摄 而当时吴梦达和张卫健 正在隔壁剧组拍摄轻工具 无奈之下 周星驰只能求助自己的老搭档 吴梦达的大光头 在当时看来似乎不太符合 卧底的设定 但达叔的演技弥补了一切 也多亏了吴梦达的纠缠 才让喜剧之王在规定时间内顺利拍完 虽然在整部电影的最后 周星驰还是加了鸣谢万子良的字幕 但周星驰的严格也彻底得罪了自己的恩人 之后的几十年 万子良再也没有和周星驰通过台 如今的万子良已经六十四岁 身体也大不如从前 万子良有家庭糖尿病史 这种病没有办法根治 再加上又染了痛风 所以身体越发的不好 但他现在依旧没有放弃对演艺事业的热情 近几年还是参加了多部影视剧的拍摄 虽然角色并不是十分的重要 但作为老一辈演员的演技依旧尚在 万子良一表示 自己并不是怕死 只是舍不得儿子跟老婆 为了让家人生活优越 万子良现在各种商演都接 很多人都惋惜 为何周星驰这么多年不愿意帮万子良一把 其实帮不帮我们这些外人又怎么会知道呢 眼看着曾经老一代港星都垂垂老矣 相信很多影迷心中都和我一样忍不住感慨 打歌的离世更是给了很多人一个打击 现在只希望万子良先生能够身体健康 让曾经的恩怨都随风而去吧